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中国将在未来两年内加大对台湾的压力而不是采取武统行动 这种压力一方面是针对台湾的 另一方面是针对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盟友的 克林卡尔从佩洛西今年窜访台湾 导致解放军在台湾周围进行实弹演习说起 他指出解放军已经常态化地派军机和军舰绕台 今后有可能会增加频动 中国加大了建立势力范围的压力 让军用飞机危险的靠近美国和盟国在国际领空活动的飞机 这是中国为未来在台湾和西太平洋附近的军事行动扫清道路 中国空军这种上来打招呼的活动具有挑衅性 可能导致军事事件 今年春天中国战斗机像澳大利亚的一架P-8海上巡逻机 发射了博条和红外干扰弹 还横穿其飞行路线 至少有一些博条碎片进入了P-8的一个发动机 但是克林卡尔绝口不提这架P-8巡逻机 是在即将侵犯我国在南海岛屿的主权领空 威胁我岛屿安全的时候 才受到干扰的这个事实 明明是澳大利亚新逻机挑衅在先 我军机拦截在后 在他的嘴里反而成了中国具有挑衅性的证据 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呢 克林卡尔说美国必须进行投资 以表明美国能够偷破中国反介入区域制止的防御圈 这些投资包括美国已经拥有技术优势的核潜艇 以及海津陆战队和陆军 目前美海津陆战队正在演练跳岛作战方案 美国陆军的特征部队与南海周边的几个国家 在举行联合演习 这些做法都属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回应政策 克林卡尔信心满满的认为 美国公开这些活动的消息 既能够向地区盟友表明 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 又能够威慑中国 导致对手退缩 克林卡尔还引诱美国政府最近公布的2022国防战略 说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应对中国的挑战 尽管中俄两个都是核大国 但从长远来看 俄罗斯的挑战主要是在北约东部边境沿线 是区域性的 而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俄罗斯更具前求性 他相信美国完全能够同时对付中俄两国 我想听到这各位网友是否和我一样感觉到了美国政客的狂妄自大 与懵懂无知呢 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建立在过去100多年来 美国的国力一直处于世界巅峰的基础之上的 他们从来就没有设想过 一旦美国的国力被中国超越了该怎么办 美国是从来不想与人为善 为自己留下厚漏的 至于台湾问题如何处理 是武统还是核统都在中方的掌握之中 不论美国的政客如何的拱火 只要没有越过我们多次重复声明的红线 我们就继续边准备边等待 因为时间在中国一边 越往后去 中方将越战主动 只要我们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 妥善应对国际国内的问题 中国的GDP和综合实力迟早要超越美国 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将超越美国及其盟友 在西泰地区的存在 到那个时候 美国政客又会怎么表演呢 我相信要不了几年 我们就能看到了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